南京接夜南湖地区有一个大型的储气罐 供应近半个南京城的管道燃气 昨天晚上9点钟左右 气站附近的彩虹院小区的居民 突然闻到了一股非常浓的煤气味 有人担心气站泄漏 立刻打电话报了警 由于地处敏感地区 消防部门非常重视 出动了好几辆消防车 但气味来得快 散得也快 在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 气味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最早发现这一情况的是 晚上打车回家的孙先生 既然气味变淡了 但是消防部门仍然不敢大意 汇同小区物业检查了小区里的几个印景 发现煤气味正是从井里散出的 是不是有人乱到煤气残渣呢 正在众人猜测之际 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解释 这股气味是南湖港华燃气站 减压所致 据声明工作人员解释 彩虹院附近的这个大型气站 会根据大气压力调节水密柜内的水压力 最近这几天气压偏低 他们就要减少水密柜内的水容量 排出来的废水一般会进入污水管 居民们闻到的气味正是由此而来 他表示 水中残留的煤气浓度在安全范围内 请市民不必担心 江苏城市频道